观众朋友我安您好 欢迎收看1900重点直播 我是辛华为您新文化重点 头条讯息我们要带您关注到 今天在新北市领口的中校路发生了严重车祸 有小货车驾驶冲撞了免费的市民小巴 剥挤了无辜的外送员 还有一旁的檳榔摊 整起事故导致7个人受伤送医 而根据了解呢 这一名外送员正好经过 结果不幸被两辆事故车辆包夹一度陷入昏迷 索性现在已经恢复仪式了 藍白色的小巴士执行在路上 右边巷子却突然冲出一辆小货车 巴士被撞到整辆车往左偏到对向车道 不过仔细看当时还有一辆机车正要经过 骑士被两辆车包夹 而且受到波及的还有这间檳榔摊 那是黑狗吓死了 两个人在冰榔摊里面 然后老公先脱困再把老婆救出来 因为两个第一次人都夹住了 冰榔摊老板赶紧将妻子抱出来 似乎受到太大的惊吓加上受伤 妻子完全起不来 摊坐在地上 两辆车车头凹陷毁损 尤其是巴士好几面车窗全碎 座位里头全是玻璃碎片 而地上除了有大量的车壳零件 还有外送员的橘色保温带 安全帽也被撞飞 原来被撞的骑士是一名外送员受到重伤 而货车司机巴士上三名乘客 冰榔摊老板夫妻则是擦错伤 总共7人总移治疗 在这边10年 这条最直的路竟然会发生这种事情 民众相当意外 这里竟然会发生车祸 事情就发生在15号下午2点多 新北林口区中校路上 当时58岁的林姓司机 开着从泰山到林口长康医院的 免费接驳巴士 和50岁的雷姓男子驾驶的小货车发生碰撞 而且还波及到42岁的郭姓外送员 他当时一度失去意识 附近民众发现赶紧上前 我叫他不能睡 我只知道就是后面有把他叫回来 有意识有被你叫回来 叫他不要回来 信号7世回复异识 这起事故造成7个人受伤 目前都还在医院接受治疗 不过消息的肇事责任 警方还要再进一步厘清 TABS新闻师权陈家同新北采访报导 而如果宁世界为屋主 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因为有男子跑到自己家门口 不断的敲门 要屋主给他呼呼擦药 原来呢这名男子刚刚摔车 不过呢屋主拒绝开门之后 其实暴怒开始踹门 最后屋主也硬起来拿铁棍赶人 而警方到场时 这名闹事的骑士已经离开了 后来巡线逮捕他 才发现原来他吸食了毒烟弹 行为脱续 报有人在家门前闹事 不知警察连救护车都来了 起摸车摔车 然后跑到我家去把我家门踹开 会议男子急忙控诉 说自己家门口被踹开 而动手的人刚出了车祸 还直接老跑 我在睡觉 然后我儿子跟他讲说 你不要这样子 阿冷耶 跑掉啊 刚刚取摩车跑掉啊 早上将近10点 在台北市大直的民水路上 屋主报案家门口被踹开 而踹门的还是自己的朋友 当着这名男子就在附近 骑摩托车自摔 一搏一搏的走到了这里 要找朋友求助徒药膏 没想到对方不领情 双方一言不合进而爆发冲突 警方巡线调避监视器 找到踹门的蔡姓嫌犯 他穿着黑色上衣 躲在另一名朋友家里 时间往回推 当时他在附近骑车自摔 全身擦伤 走到朋友家门口 要他开门擦药 但对方没有理会 嫌犯开始踹门 这时朋友一气之下 拿起铁棍往外冲 朝他头部攻击 黑衣男赶紧落跑去找朋友 但远景上门时 发现他还藏有丧失烟弹 而被踹门的屋主 因为拿铁棍攻击 双双被送半 就不晓得 就知道 只知道说他们打架 还有大蛙这些警察都说的 讲到纠纷 附近的邻居通通不陌生 原来双方不仅认识 还曾经一起吸毒 这回边夕丧失烟弹 还骑车导致自己摔车 甚至还跑到朋友家闹事 吸毒摔车自摔 不止皮肉伤 还被殴打受伤 这代价果真不小 TVB的生活花灵素 会与台北采访报道 好 吸毒之后 这个自我的掌控力 会大幅度的降低 大家千万不要沾惹毒品 因为台南这名原姓男子 也是因为毒瘾发作 深夜时分情绪失控 居然直接砸毁了 住户的门窗跟车子 最后呢 动员了三名警力 还有多名住户 将他压制 而这名男子呢 才刚刚吸毒入狱 假设出狱不到9个月 又再度固态覆盟暴走 他的父母相当的伤心 也摇头 不知道该拿儿子 怎么办 深夜传出好几声巨大声响 吓得住户赶紧起床 每多久一名身材魁梧的黑衣男 拿着铁棍在路上游荡 遭到园警与大批民众 合力将他压制在地 出动近10个人才顺利制服 而原来是证明黑衣男 疑似情绪失控 有攻击倾向 才被强制送医实施保护拐束 报案也是成功 他把他抓住 他再抓的时候 是强制 跟张医生 永康其美 叫警察来 他现在用警察三个来 三个警察在来没办 黑衣男被靠上手铐送上救护车 不过他不仅持续挣扎 还大吼大叫 不断叫嚣 救护人员只好拿出约束 带固定好他的手脚 其实这名38岁言心男子 不只是单纯情绪失控 甚至明明没有与人接仇 13号晚上却无缘无故 持棍把住户门窗 与车子全都敲出一个大洞 算一算一共有三件遭殃 事发在台南北门区 住户说他曾经吸食毒品 被关了四五年 假设处于经过九个月工作时有十五 无缘无故暴走 砸毁无故住户的住处和车子 言心男子爸妈很无奈 对啊 让他进去了 要不然我们也没有办法 在家里都没办法 没办法说这样 好好吃 假设处于不好好工作 回家啃老 这一次情绪失控 砸毁附近邻居门窗与车辆 最后还是得由爸妈善后赔偿 也和邻居们相处留下了疙瘩 TVBS新吴少龙如品号台南报导 新闻花重点时间 持续带观众朋友来关注到 共军围台军演的持续效应 昨天13个小时之内 那么共军的联合力舰2024B军演呢 就宣告落幕了 而中间的过程当中 中共不断的宣传说 他们更加靠近我们的本岛的领土 跟领海了 而值得注意的是 这个真的是实际的军演 所闻及所见 能够相信他们的宣传吗 我们先带您看到的是 由于中共宣称更贴近台湾了 还仅是绕行我国的领海 24海里以内 所以观众朋友 您可以看到在台湾本岛呢 东南西北 红色区块的位子呢 这六大的军演区 就是中共宣称的 联合力舰B的军演区 但是根据国防部 所观测到 共机共箭出没的位子 反而是这一些 黄色的共军轨迹土的区域 看得出来呢 比起他们宣称更接近台湾 似乎还有一些些的距离 那么国防部更表示 共机并没有进入我国的领海 还有近限制水域 也就是24海里之内 所以外界就在观察 这一次的联合力任 2024B的军演 在13个小时之内就立即结束了 这个过程当中呢 不断的文攻武嚇 但是呢 其实国人朋友是没有办法 清零军演现场看到军演 亲身亲眼经历的 因此也怀疑这次的军演 如果对照国防部 所掌握到的共机共箭轨迹土 这是不是意味着 这是一种心理上的压迫 心理上的恫恶 解放军行动 演练的就是打台独 我们就是要用台独分子 听得懂的语言 让他们明白 力剑高拳投顶 才刚开始就结束 13小时的力剑演习中空定调 为打台独 而国防部也丝毫没让步 军秋守飞大队演练 刺针飞弹接战程序 机动雷达车 也火速进入阵地 从4号上午5点到下午6点 共箭或153架次共机 与14艘共箭外加12艘 公务船 这一次要特别把这凶风飞弹 把它伸起来 或者是放一些反箭飞弹的照片 也是会去提醒他的 就是去教育他不要太过靠近 要严密监控 共居一举一动 评论瑞源无人机也紧急升空 首度参与力剑演习的辽宁舰 则被日本海上自卫队发现 出没在冲城县460公里外的海域 只是摊开解放军东部战区14号 公布的6个演习区域 包括海警船的活动范围 多处压进我临街区 或建制水域对比15号 我国防部公布的共军演习范围 不仅没把海警船的航机纳进去 对方也没有踩进限制水域 出没地点其实跟他公布的有所差异 那可能是第一个当然是中共 他不会揭露所有的情之 那第二个就是国军的这个反制 让中共的这个机械 无法是按照他预定的计划 这次演习可以界定成是一个战略心仪战 我方选择性只公布共激活动空域对岸 则希望放大以达威则目的 各局所需 TVB讯上的程序月份也太多等 好虽然联合力剑逼的军演 这个演习的区域也成为了一个演习 两岸各自表述区域的状态 但是我们还是要保有警惕之心 但我们观察到中国大陆的社交平台微博 上头的热搜呢 本来一开始军演进行的时候 前十项通通都是这一次的 联合力剑逼为台军演 但是呢随着军演结束过后 这些热搜却忽然消失了 就内行的中国大陆网友就说 其实这个热搜在网路上 这个运算的计算模式 是会看这个话题的热度 还有占据的时间 或是网友搜寻的数量讨论 会互动次数 热度够的话通常呢 可以超过一天的 但是联合力剑的演习 相关话题怎么会这么快 就掉出了热搜之外呢 但是大家都知道 其实中国大陆呢 他们对网路的监控管制 可以说是相当的严格 过去呢 这个微博的热搜 也常常传出了 其实可以有资本的介入 来操控这样的排名的 那会不会也会有 国家力量的介入 让这些热搜 不是完完全全根据演算法呢 我们不得而知 但是有网友看出了蹊跷之处 很快的这些热搜却消失了 而这一次的军演呢 为期13天 相较于520过后的 那一次联合力剑A的军演 实施的时间 几乎可以说是减一半再一半 那么就有新加坡的国际关系专家认为 今年非比寻常哦 目前距离美国总统大选 已经剩下不到一个月了 避免激化美国大选的选情 所以中共的军演 是不是被限制到迅速收兵 但是与此同时呢 也有很多人认为 这一次军演要打击的主题 会不会是针对他们所谓的台独 也就意味着展现威辙的态势足够之后 是否他们也觉得达到效果 因此这一次演习的时间 相对前几次来得更为短 那么同时呢 其实今天中共的东部战区 也公布了多项演习的画面 包含了新的影片出现了 他们的战斗机轰6K 还有呢战机跟中央山脉同框的影片 特别的是他们还特别的强调 军舰已经越过台湾 在太平洋上跟花东沿岸同框 挑衅的意味相当的浓厚 共军联合力舰B围台军演完成后 还是持续释出演习画面 大陆自主研发的中远程轰炸机 轰6K起飞升空 朝台湾本岛北部南部东部前进 我和战友的核心任务是 突破敌防空警戒系统 夺取区域自权 共军宣称 轰6K具备大区域巡逻防区外打击能力 这次对台军演 多架轰6K战机挂载实弹 对我方港口军事目标 实施多次模拟打击 共机扰台挑衅 释出飞行员视角画面 刻意强调逼近台湾本岛 战机和中央山脉同框 并且提到 独机型战机都挂有实弹 解放军行动 演练的就是打台独 我们就是要用台独分子 听得懂的语言 让他们明白 立剑高悬头顶 除了舞后还持续文工 MV用动画形式呈现 画出花莲台东一带 搭配男女歌声唱 坐着军舰看花东 现在我所在的地方呢 是在福建厦门 我的后方呢 就是厦门大桥 其实厦门民众 他们对于联合立剑 2024B的演习 是有一定了解的 会觉得说 他的演习范围 越来越逼近台湾吗 反正自己家里面 想怎么造就怎么造呗 挺好的嘛 就正常嘛 隔三三五来 就是去玩事的呗 作为距离台湾 相对比较近的 大陆城市厦门 居民长期对台海局势 都更关注 对于共军持续施压 国军强调 将持续常态戒备 依据敌情 决定应变的层级跟手段 TVBS新闻 谢谢新 陈向如 采访报道 好 刚刚中国大陆的宣传片 那么我们现象 网友女兵说 这歌词怎么没有押韵 看得出来你还蛮讲究的 不过这个话题 还是相当严肃 我们带您看到 这一次的军演呢 刚刚其实 根据中共解放军的说法 目标真的的是台独 但是也有媒体人解析 这中间会不会 也是要求美国恪守一周 并且不要介入两岸局势呢 因为从他们的战略上来看 联合力舰A跟联合力舰B 一个是演习动员 另外一个 似乎就是实际的出兵操演了 来看到呢 国防部公布了 这个兵力部署联合力舰B呢 媒体人认为 他是有次序的对台湾建立 反潜 反潜水艇 隔离线 优先搜寻 来歼灭水下的目标 最后呢 这个中国大陆 包含刚刚我们提到的 辽宁舰 进入西太平洋 也就是我们东部这个海域 来抗击外军介入 这意味的就是要拒止反介入 万一他们真的要攻台的话 这样的战略似乎就是希望能够包围台湾 不让盟军跟友军来持援 再来联合力舰B其实数天之前 似乎他们早就已经叙事待发了 共机还有共舰出海多批架次数量异常的增多 明显呢要演练夺取志工权 特别我们刚提到辽宁舰也进入了西太平洋 那么有很多反潜直升机在东部海域进行活动 而美国大选期间呢 他们实施进化盘的对台抗拒止的作战演练 那么媒体也认为这中共 是不是就是要针对美国的两岸政策 在隔海对美国叫板呢 但是与此同时呢 美国也展现强硬的一面 除了他们的国务院呢 主动的发布新闻稿 要求中共不要挑衅 要求克制并且重申他们的一中政策的原则 美国国防部也发声明谴责了中国大陆 但是中国大陆方面也反抢 要求美国要恪守他们所谓的一中原则 但是呢中俄之间似乎关系也越来越紧密 两国的军舰呢也在西太平洋军演 但是随着我们台海的局势开始升温 但是也有外媒的记者 在台湾的街头实际采访民众 民众对这样的军事威吓似乎是无感 甚至有些人也会认为中共的文攻武嚇已经行之多年 台湾的民间已经麻木 14号清晨中共围绕台海周边军演 美国国务院罕见表达严重关切 警告军事挑衅可能引发局势升级 美国国防部也紧接着发声明谴责 开头直批共军军演是不负责任 反应过度且破坏稳定的行动 抨击中国大陆借机挑衅 中共大动作找台引来欧美抨击 大陆外交部强硬反击 如果美方真的在乎台海的和平 稳定和地区的繁荣 就应当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而中国无视赖总统国庆演说中释出的善意 却执意以军事演习恐吓国人 外交部呼吁中国误假借理由无端之事 而中国与俄罗斯仍持续加强 双方军事及经济合作 中俄军舰亚太地区联合巡逻任务 在西北太平洋进行反潜涉及演习 双方关系迈上新台阶 不过CNN记者观察台湾人民 似乎没有太大反应 台湾民众说如果中国真的打过来也没办法 但还是希望两岸和平 北大西洋论坛学者则认为 北京想展现武力 又不希望区域紧张升文太多 尤其美国大选将至就怕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的态度 提扁新闻综合报导 不过这一次的围台军演当中 一样不可少的是 又有台湾籍的艺人在微博上面表态支持中共的军演 并且高喊只有一个中国 不过这样的一中政策窄化的解释 似乎与台湾的民心会不会背向而驰呢 我们带你看到呢 作家苦林就发表了这样的评论 他说823炮战时有台独一撑吗 古宁头战役时有台独吗 他说当时的中华民国依然都是奉行一中政策 结果还是被猛烈的攻击 并且苦林亦有所指的说 流氓打人不需要理由 只是想打人而已 而同时我们刚刚提到这回有很多艺人表态 而拔的头筹的就是欧阳娜娜了 所以苦林也特别评论 他说欧阳娜娜可能会不知道 万一真的中共的飞弹打来 可能也会打到她的爸妈 但是又夸胡 还是他们早就溜走了呢 所以呢 其实两岸艺人他们在两岸之间 进行他们的演艺事业 现在呢 政治的选择题似乎也成为他们的必修课了 而与此同时呢 我们要带观众朋友来关注到的是 APEC峰会即将举行 但名为亚太金河会 台湾呢 难得也可以以组织成员的方式来参加 但这回呢 传出我们的政府有意要派出前副总统陈建仁与威 但传出主办方似乎颇有为辞便有难色 最后呢 现在传出能不能有没有政治背景的台湾代表与威呢 辅方最后拍板了人选是鸿基的创办人师阵容 但是截至目前为止 总统府针对这样的消息并未进一步的证实 连续担任六届APEC特使的张忠摩 今年要交棒给身旁的好友 鸿基创办人是阵容了吗 未来总统 总统府挑定之后 会跟大家公布 只是有消息指出 总统员鼠疫陈建仁代表 因为其公位专长 再加上秘鲁是天主教国家 不过主办方秘鲁希望能有无政治背景代表与威 这似乎也间接证实中共施压 毕竟陈建仁不止当过副总统 还在2022年加入民进党 基于对秘鲁方的尊重 以及双方互信 外交部不便对外说明 只能低调再低调 但施政荣被点名不是没原因 身为鸿基创办人的他 早在2007年编政府执政时 就曾担任APEC大使 可能就像扁时期的张忠谋一样 赖政府也从扁时代找人 而大陆队伍方打击不止国际上 前一天共军展开联合力剑逼军演 艺人欧阳娜娜跟张韶涵分转三观图片 高喊台湾就是中国领土 我反而会觉得蛮难过 他到底是发自内心还是不得已等等 因为我在台湾不会啊 我们在台湾给任何一个艺人创作者 我不会要你写下一个 对于台湾多么忠心 完全不可能嘛 我家门口有人插个五星期都可以啊 个人立场小野直呼难以想象 但身为文化部长李远说 必须关心提醒发文者别被利用 中共对台打压无所不在 前一天新闻李国阵邱安柔台湾报道 再来焦点回到台湾 您还记得台中这一对夫妇吗 只要经过他家门口 就有可能会被告 而都发局呢 先前发现这里的棋楼老旧 希望能够抛出地面重新施工 结果也被这一对周姓的夫妻党给阻拦 现在他们也心送要怒告 都发局求偿20万元 原来呢大家可以看到呢 过去他曾经党路不给过 提告路人上百人心送 当时呢就已经被法院还有法官训诫过 屡屡败诉 而现在呢都发局 他们发现这个路面难走 希望刨除 但是他们也是拒绝的 结果现在整条街上面 只有他们家门口是坑坑洼洼 已经有好多市民朋友因此跌倒 但没想到呢工程推行不易之外 这屋主现在还要反咬都发局一口 公务人员真难为啊 看护推着婆婆要回社区 突然 轮子卡在棋楼坑洞 婆婆身体差点往前倒下去 我刚刚明明就是知道这里有够 可是我上来看那个监视器 我就真的在这里差一点 台中这一处棋楼怎么回事 旁边明明都是平整路面 只有这里的瓷砖被刨除 还有人因此受伤了 有人没注意到坑洞 脚趾头撞出一个伤口 还有附近居民推网挖车 也一度被卡住 为什么没有办法把这个地用平一点 这地点是在台中市洞区进化路 一处集合住宅外的棋楼 以前老旧瓷砖 不少人在棋楼打滑跌倒 后来社区向市府都发局 申请免费的棋楼整平顺平施座工程 明明屋主签了同意施座 也同意铺面更新及两侧斜坡顺平 却在施工刨除瓷砖时 租客找来房东 要求都发局停工 租客是他们台中爱告人的邹姓夫妻 邹先生和陈姓屋主一起提告 包括都发局局长李政伟和承办人员 还说所有群人不同意 把地面填土提高再铺平 都发局人员因此提醒他们 如果骑楼不安全 还造成人员受伤 可能会被一建筑法开罚6到30万 而陈姓屋主及邹姓房客 则认为都发局设范藐视 删货 诽谤 提起民事告诉 我有拐到过 瞎子有拐到过 都发局强调 当时屋主确实已经勾选同意施座 而且没有在维持原高层的栏位打勾 不明白为什么当时 邹姓房客夫妻突然要求停工 都发局也说 如果房东或房客 不希望骑楼填土提高后再补平 那你可以改签原高度补平的同意书 他们却也不为之 房东房客提告了 独发局公务人员专程请假去法院开调解厅 但原告两人却都没出现 而是在诉状声明中的第一点 就明确提出 希望法官判被告两人 要连带给付原告20万元 TVBS新闻将军洋红采论台中采访报道 而台中有位董娘她经营不动产开发公司 却涉嫌逃漏税被政府抓包了 她落报拒绝缴税金 而财罚加上税金滚着滚着 就来到了530万元 但她还是不缴罚款跟累积的税金 最后被管收成为台中第一例 因为逃漏税而失去自由之身的案例 身穿条纹上衣的河系女子 是台中某间不动产开发公司的负责人 因为她欠税加上开立不时发票被罚 总共应该向国税局缴交530万元 但是她迟迟不缴 眼看却不听执行署向法院申请居票 她才勉强到场说明 但依旧持续找借口不缴钱 何女士前后说法呢 都不依一下说投资别的公司 一下说她借给别人 前前后后反反复复 但是就是不愿意把钱拿出来缴税 根据了解 何姓女子明明就担任不动产开发公司负责人 应该守之相关的法规 却在2011年到2013年间 故意开立不时的统一发票 被国税局要求补税外 又同时在2013年8月 卖出公司名下一处不动产时 故意漏报及巨角出售房屋特销税被罚款 这些金额加起来欠国税局530多万元 建起无缴纳之诚意乃依法向法院申请管收 法院迅速加以裁准 执行署清查何姓女子公司财产状况 发现她出售不动产所得买卖价金 还有剩余款250万 不过面对行政官询问款项金流 何姓女子不愿意配合 眼看对方就是不缴钱 执行署申请管收法院也裁定 何姓女子也成了执行署台中分署 今年不配合交款被管收的敌人 TVB也新闻廖罕和廖帆宜台中采访报道 观众朋友欢迎回来 刚刚我们设备稍微出了一些问题 但我们现在顺利进行直播 请您见谅 而再来我们带您关注到的是 新北市有冷气行的老板 他把拆回来的旧冷气 就大啦啦的堆放在路边 没想到新一起萧小的际雨 短短一个月之内 就被偷走了八部冷气 他因此而报警 但是随意堆放这些冷气机台的行为 如果妨害交通 劝导后不改善 还是会吃法单的 大白天拉着蓝色拖车 来到冷气行门口 但这名穿着黑色短袖男子 并不是老板 而是小偷 光天花日之下 把门口的冷气一个个扛走 更扯的事不是就此罢休 是个五天又跑过来 在半夜翻开了帆布 把冷气通通搬光光 当老板隔天来上班 看见店门口空空如也 简直气炸 到底是真的有集团呢 还是说 呃 我们这边被盯很久还是怎么样 因为就很巧你搬回来了 就是很快的就被就被就被偷走了 既然就发生在新门市中和 击碎国小旁边的冷气行 收害业者电位监视影像指控 短短不到一个月 连续四次遭小偷被偷走了 八台冷气 就是放在这个门口这个水沟盖上面这样子 然后等那个回收业者来收走这样子 毕竟我们放在这里 也不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 那引来犯罪 那原警也跟我讲说 那以后看到一次就开单一次 那我们也也不能怎么办啊 所以后来就选择不报案 就自己默默的去承受 警方调查这四次一次都是同一名张姓嫌犯下手 公称经常拿着拖车一边闲晃一边偷 之前变卖冷气就得手了4000元 落网之后仍然持续犯案 只像这样子的惯切 以单一窃案来看 很难看出对治安造成的威胁 但若长期偷了抓抓了放 法院没有强制预防性羁押 不仅是让原警疲于奔命 就怕还会有更多人受害 TV微信用吴杰仪杰新闻报道 不過其实店家把物品堆放在棋楼 其实也有出法的风险 因为棋楼属于公共空间 堆放杂物挡住了用路人行经的路线 如果被民众检举 警方会先到场劝导 而劝导不听可能会吃罚单 所以建议经营店家呢 最好还是把私人或是身材物品 妥善的存放 避免消小觊规 还会吃罚单 许多店家为了方便 都会把东西往棋楼摆放 像是新北市这间五金行 所有的东西都摆在店门口 但是除了要担心 窃贼顺手牵羊腕 还要注意警方开罚 无金行卖的商品五华八门 店面不够大 大型商品只好往棋楼摆 只是店外难防贼 不管商品大手手偷要偷都有办法 送货来我没忘还没空 之前我就要赶快搬出去 进去那打打有的这么大 他就照样搬耶 除了窃贼光顾要苦恼外 棋楼摆放物品玻璃室大人也会找上门 这边是应该是棋楼的部分 所以不能摆碎出去 那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会给你开个圈子 玻璃鞋柜搬出来 摆放在店门口棋楼通道的宽度 只剩下一个人能走 警方开出勸导单立即改善 有些店家无奈被检举是常有的事 对于民众来说 棋楼属于公众通行地方 商品挡住路真的不好走 但我们的店铁只有很少 我们放在那边 我可能里面也是很浅 就是很凉嘛 因为你摆出去 隔楼就会被检举 你收进来 警察也觉得不行 他们又说 起楼也不能摆 比较有人走的地方 应该是不要放 因为有些老人会牵小孩子 危险 有些老人脚也没有力 脚摆很多东西 他要过也不方便 根据交通大队今年统计 未经许可在道路摆设摊位 双倍总共取地多达一万多件 商品严重影响通行 店家最高还可被挨罚2400元 老板开门做生意 除了要提防东西被偷 还要注意商品可白拿 千万别把棋楼当成店名用 TVBS新闻高子尧力捷王翔金北 采访不到 14号深夜基隆深夜 10分 马路上 怎么会出现一名男子 倒灾 倒灾葱 卡在了这个水沟的井盖口上 原来这名男子 在路边蹲着滑手机 滑着滑着 手也滑了 手机掉进水沟里 自己掀开了水沟盖 想要探下去 捡手机 结果把自己卡住了 地上突然出现两条腿晃来晃去 不断挣扎 竟然有男子倒头栽 上半身卡在水沟里 动弹不得 男子试图脱困 没想到却卡得更深 你慢慢出来了 一二三 四名消防人员到场 使出全身的力气 这才终于将男子拉上来脱困 你刚才没有被枪到吧 有被枪到 有喔 有被枪到 呼吸感觉怎样 可一下 男子脱困坐在阶梯上 表情看起来很难受 事情就发生在14号深夜11点多 基隆仁爱区失囚路上 当时这名男子骑机车要看风景 先将机车停在路边玩手机 却不小心手滑 手机掉进水沟里面 男子吓得赶紧将水沟盖拔起来 手伸进去要拿手机 没想到一次失利点不够 身体有一半 卡在深50公分 宽30公分的水沟里 男子吓得大声呼喊求救 幸好当时附近有民众听到 立刻帮忙报警 男子被卡在水沟里半个小时 终于脱困 他怎么会下去然后爬不上来 对啊他不生啊 他应该一个人爬得上来才对啊 外者表示身杀之后轻微擦伤 没有任何其他大伤 所以拒绝送医 幸好人没有大碍 提醒民众东西掉进水沟里 可以联系清洁队协助寻找 千万不要试图去捡 以免人被卡住反而发生危险 铁别新闻刘欣慧陈佳同基隆 采访报道 好索性刚刚男子减手机卡在水沟街 人没有大碍 那我们线上网友也说 这深入了解 机不可失 真的手机很重要 看得出来就对他的重要性 但是呢同时提醒观众朋友 如果真的要减时手机的话 其实可以打1999 或是跟清洁队求远的 不要一声涉嫌咯 再来我们带您关注到的是 桃园玉坪妈妈 在延平路停好车 下车到另一车要抱孩子 关了车门 结果迷糊的妈妈 可能真的太忙了 把遥控器也锁在车内 结果余色的宝宝就受困车内 只能报警求救 而远景到场也不会开锁 只好砸车窗救小朋友 小姐你先在那边安补他 卡不怕 过过过过过 远景拿着警棍卖力敲打车窗 撬开一小部分换个地方 再实际终于玻璃碎裂 消防人员上前接手 将后座车窗整片拿下 日前下午4点多 桃园一名妈妈 带着小孩外出 在延平路上一处停车场 停好车辆后 下车走到另一侧 要将孩子爆出 同时顺手把车门关上 没想到车门卡的一声自动上锁了 听到这声响 妈妈的心凉了一半 因为她把遥控器放在车上 心急如焚 立刻报警 好 没事没事 警方在证明妈妈同意下 持紧棍破窗截力救援 顺利救出一岁儿子 儿子被爆出后 不停哭泣似乎被吓坏了 警方呼吁若车内有幼童 一定要将车辆遥控器 钥匙随身攜带 切勿将幼童独自留于车内 避免遭反手或衍生其他危险 证明妈妈说 因为物济城家中 另一辆车的操作方式 不是故意将孩子单独留在车内 现在的车子它大部分设计怎样 如果遥控器在车上的话 在车上的话 基本上车门是根本不会上锁 人为因素会比较多 还是那个中控系统故障 救出妈妈这才松了一口气 以后势必会更加小心 TVB的新闻 林志伟和可燕桃园采访报道 台中深夜 姜母鸭店出现了一对小姐妹 在兜售鸡蛋卷 而有人提出疑问 这深夜时分 小朋友怎么没有在家睡觉做功课 跑出来卖鸡蛋卷呢 后来我们实际追查发现 原来呢 这小姐妹的妈妈跟店家 其实是朋友到店里 都受商品补贴家计 都有全人陪伴在旁 台中丰园一家姜母鸭店内 两个小女孩手上拿着鸡蛋卷 还拉着小袋子逐桌询问 叔叔阿姨要不要购买 两个 所以都有什么口味的 两个 仔细介绍鸡蛋卷口味 不止不怕声 没涉口 面对客人询问 回答得很清楚 所以你们平时都是什么时候 可以出来卖 如果公家的话 比较早就买 平常日的话 就讲究很多 还有在水棉路那边的市场 拍影片民众买了两盒 不只觉得孩子很可爱 还po网说 有这样的女儿 自己好像就不怕生小孩了 但也有人把影片转传 提出疑问 业者是不是雇佣同工 晚上出来做生意 如果说这两位儿童 他只是单纯在家里帮忙 那这是属于无丑的家属工作者 那这个就没有劳动基尊法的雇佣 那也就没有雇佣的关系 他们不是同工 而是在姐姐同学家的姜母鸭店 卖妈妈自己做的鸡蛋卷 因为一开始小朋友其实都很害羞 但是我不希望小孩如此的在 那么害羞的在社会上继续的走这条路 所以我就跟他们说 那我们试着可以走出去试试看 平常晚上七点到八点之间 如果功课跟自己的事情已经做完 就能选择要不要去卖鸡蛋卷 爸爸或二十岁的哥哥接送 从家里到餐厅车程只要一分钟 大人也会在现场陪伴 影片中的姐姐跟妹妹 是六年级跟二年级的孩子 虽然平日晚上会出门 但几乎都在八点前回家 学校跟家里两点一线之外 小姐妹还选择了一堂 课本没教的社会实境课 TVB紫新闻将军念成红一红彩轮台中采访报道 而这家庭呢其实有五个兄弟姐妹 而妈妈是为了家中的过敏儿才自学烘焙的 后来小朋友呢也跟着去卖鸡蛋卷 不过呢大女儿其实自尊心蛮强的 一开始有善心人士呢 用超乎她想象的千元价格购买鸡蛋卷 还崩溃大哭 觉得自己是来帮忙家界 为什么要给这么多钱 鸡蛋卷出炉后装带上班了 周末假日20岁的大哥跟18岁二姐 到住家附近的运动中心摆摊 鸡蛋卷这一家 爸妈生了五个小孩 妈妈会爱上烘焙 是因为第三个孩子 也就是民众在家母鸭店拍到的小姐姐 对很多食物过敏 她是有异味性皮肤炎的 而且非常之严重 严重到她的骨骼年纪也会比正常 她实际年纪小 她很羡慕姐姐哥哥可以吃外食 可以吃巧克力 那是每个小朋友的梦想吧 我才下去研究 我怎样可以做到她能吃的东西 为了让孩子的愿望成真 妈妈自学烘焙 食材必须避开过敏源 东西要非常非常之单纯 但一开始他们没卖鸡蛋卷 是因为先生想吃 小时候那一个撒上砂糖的蛋糕 才会在怀第五胎时 开始尝试制作与销售 孩子们也想跟着 一起去卖妈妈的鸡蛋卷 很棒啊 我们都一起成长 是小朋友带着我们父母一起成长的 因为他们总是有不一样的火花 从朋友家的姜母鸭店开始 到市场或游泳会等地点 很多地方看得到他们的足迹 但老二一开始在卖鸡蛋卷时 却因为客人给的小费 哭到崩溃 你就直接给我那一盒蛋糕的价格就可以了 对他无法接受 我们是要卖你东西 但是我怎么我变成在乞讨 他回家真是哭到爆炸 我就说其实人家只是好心 看你辛苦 那个小费是正常的 你感恩就好了 老板娘说自学烘焙 将近十年 到卖这一块鸡蛋卷 他们像是乌龟慢慢走 厨房里只有两个小烤箱 做出来的鸡蛋卷 不单单是要赚钱 相信也会有客人吃到了这一味 会有更多的沉淀与爱 有不同的想法出现 TVBS新闻将军燕成红 夜红采论台中采访报道 而再来看到今天有很多的拉面迷呢 都会循着拉面迷店 来台开店的步伐来尝鲜 而在高雄呢 有一间日本名古屋的拉面店 海外直营的第一间门市 有顾客去朝圣 但却认为呢 这拉面当中的猪肉 看起来好像没熟 带着明显的鲜红色 但是来自日本的行政大厨解释 这其实是日本特殊的低温条例 食用无鱼的 袋子夹起日式拉面猪肉 泛着一圈鲜红的粉红色 让顾客好困惑 这肉到底有熟还是没有熟 因为在日本本地吃 其实也是蛮深的 当下看到是觉得有点太过深了 但是我还是把它吃掉了 还好一口咬下 猪肉确实有时候咀嚼的口感也OK 只是看到颜色这么深 难免有些怕怕的 顾客抢在百货公司开门前提早排队 就是因为假日一排 往往都要一两个小时起跳 但这碗拉面 却让他吃的有些不安心 看起来蛮深的 不知道是店家是不是 原本就愿意这样做 还是 还是他们失误这样 上菜的时候就有讲 这个 这个是苏菲过的 它不是深的 它吃起来是熟的 而且它是有烟熏过的味道 其他顾客碗里的肉片 确实都透着淡淡粉红色 不过明显有炙烧过的痕迹 其实拉面店来自日本名古屋 主打二层炮击白汤 海外直营第一间就在高雄 开幕吸引满满人潮来朝圣 而来自日本的行政主厨亲自揭秘 本以猪肉片是以低温61度熟成 渐红不见血 这就是日本特殊制作 低温准处理 的低温熟成茶叉 这是基本的陈菇寺茶叉 和完全热热的茶叉 我們要選擇的狀態 還原道地日本滋味原汁原味呈現給臺灣顧客 只是臺灣飲食習慣要把豬肉給煮熟 業者也決定在維持原本烹調方式以外 另外新增全熟肉品選項貼近臺灣口味 TVBS新聞愛豆型宋阿娟 高雄報導 不過這期事件就是真的上吐下瀉的食物中毒了 中正育校出現集體食物中毒 13號晚上41名國醫生吃完晚餐 上吐下瀉18人就醫 而校方隔天勒令這個廠商來停工 而衛生局機察也發現 裡頭居然有老鼠蟑螂 廠商還違規煮早餐 中正育校的廚房內出現機察人員 拿著食品仔細檢查 也拿著棉花棒在水龍頭上 來回塗抹採驗檢體 原來是有42名國中一年級生 13號吃完晚餐 包括鍋燒烏龍麵 五香雞腿 蒸蛋 炒高麗菜 肉絲炒飯 以及綠豆湯 卻陸續有了發燒 嘔吐腹瀉 耳心等相關腸味道症狀 校方說當天晚上 經校內醫務人員檢查 共有18人就醫治療後 也已經緩解症狀 隔天晚上皆以回宵上課 截至目前共計42人皆為一年提升 就醫後症狀均已緩解 無重症個案 經機察中正育校扇食 委由桃園市 家家企業有限公司烹煮 中正育校的餐點都是 委由桃園一家扇食供應廠商烹煮 國一到國三生共用同一個餐廳 不過卻只有國一生出現症狀 衛生局機察發現餐廳的缺失 不只有食材未離地、未覆蓋 甚至有老鼠、蟑螂、蒼蠅在跑跑 就怕病毒擴散 以要求廠商及日企停止供應7天 15號上午衛生局機察 應該停止供應餐點 廠商還在偷偷煮早餐 飲食哪個環節出包還在查 畢竟全校吃同一份餐點 唯獨國一生出狀況 是不是食物中毒還得要進一步調查 TVBS新聞趙麗如平浩高雄報導 國進化終點時間 我們帶觀眾朋友關注到的是 維台軍演剛剛結束落幕 但是南北韓今天就傳出了爆炸聲響 原來北韓為了反應南韓與美國之間的軍演 並且似乎想要爭取自己在國際談判上的籌碼 居然毅然決然的炸斷了通往南韓的鐵路 而根據瞭解呢 他們炸毀的是南北韓串聯的京異線 以及東海線 但其實日前呢 他們就陸陸續續開始拆整幕 埋地雷局勢非常緊張 而就在今天轟然巨響之下 這個象徵南北韓和解共存共榮的鐵道 就被北韓炸毀了 而目前南韓發明聲明 斥責北韓的舉動極不正常 並且要求他們負起所有的責任 而您知道嗎 其實這兩條鐵路呢 過去也是南韓出資42億納稅人的錢 來幫北韓興建的 但是其實過去呢 北韓每一次只要發脾氣 要施壓給南韓或國際社會 都會拿南韓的建設來動刀 先前在開城工業區 炸了潮韓的聯絡大樓 都是諸如此類的舉措 這顯得現在朝鮮半島 局勢再度陷入緊張 而爆炸當下的影像 也透過多個角度的監視器曝光了 監視器拍下爆炸瞬間 濃煙一層一層不斷往上竄 換個角度再看一次 爆破威力大到鏡頭 不斷劇烈晃動 北韓週二開火炸斷連接南韓的鐵路 合同참모본도에 따르면 今天12時쯤 북한이 경의선 동해선南北 연결도로 군사분계선 이북 일부 구간을 폭파했다고 밝혔습니다 仔細看看 紅沙現場的藍色路標用英文 韓文寫著再見 這個畫面顯得格外諷刺 這條鐵路是南韓赤資 1800億韓元 超過40億台幣打造 花的是南韓納稅人的錢 南韓政府強烈指責 北韓要負起責任 이 실장은 이 사태의 책임은 북한에 있다면서 북한의 쓰레기풍선 부양부터 멈추는 게 먼저 선행돼야 한다고 강조했습니다 南韓軍方證實 他们第一時間在軍事分界線 以南反制涉及 北韓之所以有這個大動作 是因為日前南韓無人機 飛到平壤上空 金正恩還緊急召開 國防安全會議 통신은 김 위원장이 당별한 軍사활동 방향을 제시하고 전쟁 억제력의 가동 등 중대한 과업을 밝혔다고 했지만 그 내용은 공개하지 않았습니다 事實上北韓在2020年6月 就曾動手炸毀南北聯合聯絡辦公室 俄羅斯總統普清批評 南韓無人機入侵是干預內政的行為 大陸外交部則表示 中國身為鄰國 朝鮮半島緊張局勢 並不符合各方利益 특별新聞 総合報導 而現在朝鮮半島的局勢陷入緊張 先前早就有端倪了 因為北韓不斷炸大樓 又是炸鐵路示威 並且摧毀了南北韓和解的象徵 與此同時 其實南韓也跟美方實際的軍演 而軍演的自由之盾軍演 是在8月登場的目標就是要應對 北韓他們永和自重 不斷的進行核事報相關的應對了 也因此呢 現在南北韓的局勢可以說是劍拔弩張 今天南韓MDL就向南射擊作為應對 但是也有一些照片 似乎也讓南韓民眾人心惶惶 因為北韓呢 就PO出了這樣 北韓炮彈如雨下的假照片 讓南韓人民以為呢 是不是戰爭 又要再開打了 韓戰的這種恐懼 使得南韓的人民人心惶惶 但與此同時呢 中國大陸方面呢 卻是呼籲 兩韓之間要克制 這張槍鈴彈雨的假照片 引發南韓民眾恐慌 那日北韓的國境桑附軍 砲彈部隊 完整砍擊作為準備態勢 緊張感到突然之間 炮彈向流行劃過夜空 襲擊高樓大廈 貼文底下湧入大量網友討論 誤以為南北韓正式開戰 南韓媒體證實 這是一則假消息 沒多久照片與發文帳號都被刪除 但北韓正式炸斷 兩韓連同道路 邊境居民 忍不住緊張 記者站上坡州 五頭山展望台 往南北韓邊境眺望 天空烏雲密布 似乎正暗示著 兩國關係緊張 同時的 북한軍 南北連結路 東野線和京異線道路 폭파 작업準備動揚 緊急到國民議會 討論前線情況 在野黨共和民主黨代表透露 經濟到民眾對於現況非常焦慮 北韓透過朝中社發聲明 用狗來形容南韓及美國侵犯主權 北韓YT頻道還製作影片 痛罵南韓散播垃圾 一間發電廠員工指出 自從北韓外交部發出重大聲明 發電廠就提高發電量 加速工廠生產 而這也出動了南北韓敏感神經 提別新聞綜合報導 再來焦點回到國內政壇 今天台北市政府有名市議員被媒體團團包圍 就是先前台治光閉案被收押 目前已經解壓 但是得帶著電子腳樓的 這個市議員陳崇文了 交往過後呢首度在議會露面 並且進行了質詢 他透露自己瘦了40公斤 慢性病都沒了 而一度還跟官員自嘲 說跟社會隔離太久 不曉得處長您姓什麼 我發現你們很喜歡我的電子腳樓 發現眾人目光都聚焦在電子腳樓上 陳崇文自己先開玩笑 雖然被褲子遮住 但左腳踝處還是看得出 從被擠壓到招保 陳崇文到議會 首次露面質詢 頻頻自嘲 處長好 你做好 處長好 我這個脫離社會太久 我不知道處長姓什麼 沒有關係 我就稱你處長 因為台治公案被羈押六個多月 現在辯解 一審預計12月底宣判 經歷一連串司法調查 陳崇文也變了體態 我瘦40公斤 我都有到 而且我沒有準備題目 我也在樓上 我想起訴書上面的內容 寫得很清楚 台灣的司法是有公理正義的 會還我一個清白 一天要喝10瓶的 可樂和湯的飲料 實在是太多 在這一次的時候就充分的落實了這個借堂 一天食品可樂習慣已經戒掉 也強調自己人都在議會沒有落跑 不止檢方還在調查 議會調查小組也發現 台北上蔣灣4月8號中止 和台治光僅用監視器傳輸廢紫約 但台治光卻不甩 每個月還是會給警察局兩張發票 一張是用解除紫約後的1761元 一張則是紫約專案費率2100元 並發文給市府表示還欠款 並且還要收5%禮息 講得非常的大聲 但實際上到目前為止 就因為備員系統還沒有上路 所以讓這個台治光 覺得蔣萬安就是蔣蔣 他也沒有在怕的 目前我們就是依照 母約1761元的費率 在支付 也持續接受台治光提供的 金融監視器的服務 就算結了紫約是府和台治光 依舊難分難解 TWN社員江明和謝侯瑞良 佩佩社長來報導 而再來看到黑幫的 開心大麻農場 就是警方有史以來破獲 規模最大的大麻工廠 地點就在新竹 這靈性男子自己有技術 找了黑幫當金主租下廢棄廠房 打造了上千名的無城市 來種大麻 查獲了多許多的活豬 而且為了防止氣味飄散 省電費還改了電表 而警方估算 光是裡頭的大麻 市值就超過了20億 專案小組售豬帶兔 終於等到嫌犯出現 有什麼東西 怎麼進來 講話結結巴巴不敢說實話 但越講漏洞越多 就連進到廠房內還想撞算 快點啦 誒 不要鬧喔 大麻中的料理啊 味道那麼重 嫌犯種的朋友說有好賺的工作 居然是幫忙種大麻 還挑選廢棄的汽修工廠當據點 裡面擺了各式各樣的工具 原本就想靠這再賺一筆 但貨都沒出完就被抓 空噹噹的廠房和隔壁的工廠 看起來毫無異狀 就這麼大膽躲在裡面栽種上千瓶的大麻 是史上最大的大麻工廠 警方抓到以林姓男子為首的八名嫌犯 查出他以每個月三十六萬元的租金 租下近五千坪的廠房 還找來廠商在裡面蓋了一間千坪的無城市 進口設備之後中了四個月 出貨兩次不法獲利一千五百萬元 後來金主的身份也曝光 是新竹三環幫成員持新男子 就是次巨值大概花了一千萬元 然後搭設我們那個就是 科技業用的那種無城市的廠房 然後把大麻種植在廠房裡面 避免這個氣味做飄散 那現場我們進去的話 總共是在現場查扣了 四千五百一十九株的大麻 以為蓋了無城市就不會有味道 切點種大麻還是露餡 這一箱像還沒來得及出貨的成品 全部被查扣 粗估黑水價格二十億元 只是這活人租了廠房 一年還想靠這回本 卻連廠商的錢都沒付清就被抓 這下又扯出有新竹黑幫當金主 還有誰也順暗還得查 TV微信問陳世銘 林農氏 葉君 新竹台北報導 那麼還有誰這麼大膽 包車還亮槍恐嚇 在雲林的台七八線 有駕駛說被人逼車包夾 駕駕駛還被亮槍恐嚇 而警方要求他這個畫面 先不要PO到網路上 那麼質疑是不是警方有意吃案 但警方終於喊原 是為了保全證據 不要打草金蛇 已經逮到人了 張新駕駛開車行進台七八線 超車一輛白色轎車 這一超莫名開啟戰鬥邀請 白色轎車突然加速出現 切到張新駕駛的正前方 還故意把時速放慢 過程中好幾次踩煞車 張新駕駛在車上 打電話報警 指控遭到B車 結果後面還有一輛紅色轎車 紅白輛車前後包夾還沒完 白色轎車網路間飄移 接著駕駛座搖下車窗 亮出了一把槍 讓張新駕駛不敢切到內線超車 怕又惹惱對方 兩車一路跟到雲林包中園長交流道 才終於肯罷休 張新駕駛當下也到雲林東市派出所做筆錄 並提供了行車記錄器檢舉 但他事後指控警方只有舉發違規 還叫他不要把影像上傳 因為為了隔日被起相關券證去實施搜索 為顧及相關證物的保全 避免提早曝光 當下有傷勤被害人 當日勿將相關的資料PO網 然後已被隔日查棄 雲林台席分局補充 因為當時案件偵辦中 怕打草金蛇 沒有像當事人透露太多 造成誤解 而事發在9月8號下午一點多 隔天一早警方就遲搜索票 到錫羅刺童逮到了紅白車的駕駛 分別是30歲的料性男子 和20幾歲的卓性男子 深入了解雙方根本不認識 單純行車糾紛 也騷到了當時影片中拍到的那一把槍 是一把假槍 訊後也依恐嚇罪 依法偵辦 TV市長張超銘雲林報導 而在北公路有一群騎士經過時被園警攔查下來 他們變稱從來沒有改過車 不過經理站人員呢直接亮出了原始驗車的影片 讓他們現場啞口無言 騎士到一半被攔下 卻認為自己被刁難 他原廠就是這樣子的配備給我們 他原廠就是這樣 經理站人員也不想浪費時間跟你辯 直接拿起畫面送給對方看 原廠長這樣 但騎士繼續解釋 我當時買的時候 所以我都不是第一個人 但他前面的三台也都是這樣子 真的假的 我打這張拔到你去找原廠 越講越神奇 因為每一個被攔下來的 都講一模一樣的話 雙方講到火氣都有點大 發生在14號重擊騎士的桃山勝地北一公路 三名騎士行徑因為重擊未一規定裝防燙蓋遭開罰 結果他們一人一聚 堅稱從來沒改過車 監禮站人員才會直接出示原廠照片打臉 就是怕這種情況發生 為了避免爭議監禮站才會拿出照片 如此一來取締才能有憑有據 TBS新聞成員人身份心批採訪報道 TBS新聞直播回到YouTube頻道了 提醒您每週一到週五的晚間7點到9點 由新化主播為各位新聞化重點 記得一定要來參加直播